我们由下往上讲 这个脚下 论正手攻球而言 大家仔细看我的脚 那么大家都知道左脚打开 左脚在前右脚在后 然后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个 左脚冲向右前方 那么我们在来球之后 首先我们记住 第一肯定是收 第二是下 收下 含胸 那么整个动作就是属于一个站位站姿比较标准的状态 那么来球之后呢 我们如果引拍的时候 从我们准备 然后用我们的腰去带手 什么叫腰带手 实际它的意思就是告你 这个时候你不能单纯的只拉手 这叫只拉手 这叫腰带手 这叫只拉手 这叫腰带手 我们曾经有一句话叫 不转腰不拉手 什么叫不转腰不拉手 我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不转腰不拉手 你看你的手放前面 当你转腰的时候 你的手顺势进行了引拍动作 那如果你单纯的只是拉手 这个手它有可能在这儿 有可能在这儿 有可能在这儿 但是我们用手 用身体去护手的话 你看 首先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动作充分的做出来 第二呢 就是我的手上引拍它是有一个可以固定规范的位置 所以腰要去带手 身体要带手 不转腰不引拍 那么这里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的左半身 我的左半身从引拍这个位置来看 你看我一转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的左腿在转体的时候 你看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什么 从我两身 我的身体冲向前侧 大家看我现在身体是不是冲向前侧 那么我要准备打正手攻球的话 我来球以后 我的左半身 我的左脚 大家仔细看我的腿 还有我的脚 一定要看 这个左脚 它有一个转 它有一个转 那么为什么乒乓球 我不知道大家的鞋底有没有被磨坏过 就是我的那个鞋底啊 我这有一双鞋 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 大家这个鞋底 我不知道大家磨坏过没 就是很多乒乓球的鞋底 这个位置是很容易磨坏的 就是前脚掌的内侧的这个位置 是非常容易磨坏的 它是怎么磨坏的 它是你看 转动磨坏的 发力而磨坏的 所以你在转的过程中 你看 你要有什么 明显的来球以后 转 左脚转 这个转 它不能不动 你看这就叫不动 或者是同方向转 这个问题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什么叫同方向转 不动肯定是不对的 同方向转 就是我们一起向右 一起向左 一起向右 一起向左 你看 大体上看 它还没什么毛病 但是我们的身体动作 应该是一前一后 一前一后 你看 前 后 前 后 它的左右之间是需要平衡的 而不能一起 左右的身体 一起向后 一起向前 所以我们在引拍的时候 我的整个左腿 以及我的左脚 要转 好 这个转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的左脚 要转的过程中 你为什么能转呢 肯定不是踩实的 如果我们踩实 它是转不了的 如果来球慢 我们作为基础的话 你只在正手弓连续对打的过程中 那么你的左脚在转的时候 脚尖 前脚爪进行转动 后脚跟微微抬起 不然你转不动 你是汗死在地下的 你看 这个怎么转 这个没法转 转的时候 一定是我们的腿 绷住 腿绷住 那么左脚 在转动的过程中 大家看 好 它有一个前脚掌着地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进行了一个非常微小的转动 压重心 那么我在压的时候 这个膝盖 它肯定是弯曲的 左脚 它不是绷直的 不是绷直的 它是弯曲转动 弯曲转动 左脚 好 那么我们的重心从正向球台前 我正冲球台前 这个时候我的重心 那么篮球以后 论正手攻球 转 压重心 压了膝盖 对不对 压了膝盖之后 那么既然我的左脚 你看我的后脚跟 已经脱离了我的整个地面 因为我只有前脚掌着地 我才能转动 那么我的右脚 它就不能怎么样 你就要踩实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引拍 重心应该是稳定的 如果你引拍的时候 你往后仰 或者是你都在晃 你都在晃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肌球 是不稳定的 所以来球之后 我们在转的这个过程中 右脚 我们右半身 把它分为两边 我们的右半身 一定要牢牢的踩实 这个位置 好 那我在踩实的时候 你看这几个关键 第一 好 我认为 我的右脚是踩实的 第二 我认为我的膝盖呢 是弯曲的 这个位置 第三 我们的腰和胯呢 是冲前一起 转向到右侧的 你看我整体做一下 好 那么我们打球快 就是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只是我慢一点 让大家能看得清楚一点 跟大家说哈 身体动作是尤为关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身体动作 它里面直接带着是什么 直接带的是我们整个的身体协调用力和发力 所以我们的关键点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来求之后的身体的协调用力 但大家仔细看一下 注意看啊 这个时候我的人和我的肩 大家注意看 我在转动发力 转动发力 这个时候 论正手攻球和反手攻球而言 我的肩是没有变化的 我的右肩始终是低于我的左肩 你看 impar 出球 impar 出球 好 那这个环节里 我们上肢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转的时候好好的 出球的时候 向上了 出球的时候 向左了 看到没 哪出的问题 这出的问题 好 所以我们从 impar到出球的时候 你的上半身 这个位置 他一定要保证稳定 不能这样上下起伏 尤其紧的时候 会越打越高 越打越高 一越打越高的话 就会造成我们打球紧张 非常紧张的状态 所以我们从impar到出球的时候 右肩一定要沉下来 好 所以我的身体怎么去转动 我的上肢一定稳定的 如果你的上肢手上动作都不稳定 加上身体动作 它就会更加的不稳定 所以大家要知道 impar的时候 我的脚下的动作 好